大家好,我是Stan 演员崇吉友在最新一季的人里面以短髮现身了 这是崇吉友在出道20年来首次挑战的短髮 虽然也是有网友们称赞新的发型 但是大部分的韩国粉丝们网友们的反应却是非常不好 11月29号 崇吉友的粉丝们集体发出声明表示 对于崇吉友的造型 从几年前开始 粉丝们之间就有提过争议 但是想到演员崇吉友跟造型式的私情 粉丝们就克制了集体行动 但是从去年开始 有关崇吉友造型的负面新闻一直出现在论坛上 造型问题会造成一人负面的形象 然后粉丝们要求能够换一名有实力有经验的造型师 接着粉丝们也发文要求 换掉目前崇吉友的美容院 希望能改善演员的发型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不只是服装连发型也很奇怪 不是开玩笑 这工作人员是不是黑粉呢 这太过分了吧 会不会是非常不喜欢崇吉友的人呢 这程度的话应该要找别的职业吧 造型师会不会是救命恩人之类的呢 粉丝们加油 希望能有好结果 为了演员希望公司也能好好改善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到现在这样来看的话 这会不会是崇吉友本人的风格呢 又不是崇吉友不想穿逼着他穿 应该就是两个人说好的吧 对于崇吉友的造型以及粉丝们的声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超模范的男团与粉丝们 韩国现在因为疫情虽然已经放宽了 可以举行线下演唱会 但是防疫当局规定 观众们是不可以在现场尖叫的 而11月26号到28号 在首尔举行线下演唱会的男团news的与粉丝们 真的是展现了最高境界的模范榜样 而收到了媒体们网友们的称赞 首先为了遵守防疫措施 从最基本的社交距离开始 以及以拍手代替尖叫 为了不让艺人们被骂 news的粉丝们真的是非常努力了 在成员们哽咽的时候也没有尖叫 成员链突然脱上衣的时候也没有尖叫 直到演唱会结束为止 也没有一个人尖叫大喊 如果是自己的本命突然脱上衣的话 大家能忍住吗 那和怎么能忍住了呢 如果是我家爱豆的话 我应该会咬舌头吧 我当时在现场 每一瞬间都咬着牙根忍耐了 不能因为我而让我的歌手被骂 所以大家都齐心用乐边敲打自己的大腿 我真的感到谢谢 如果在那里尖叫的话 又会有人说 所以不该举行演唱会什么的 让整个爱豆圈都被骂 粉丝们是真爱 谢谢你们留下了模范的心力 谢谢你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鲁杰 李正组合非常有人气的理由 鲁杰跟李正是3womenfighter的猛年代理 虽然是猛年 但都是各自团队的队长 因为两个人的外貌性格完全不一样 所以只要在一起就非常好笑 吃炸鸡的时候 李正用炸鸡刷牙 鲁杰很安静地吃 躺下的时候 李正直接躺在地板上 鲁杰爬到可以躺下的地方再躺 收到称赞的时候 李正威风凌凌 鲁杰害羞 得到同情票的时候 李正马上大怒 鲁杰一开始高兴 看到李正后恍然大悟 吃东西的时候 李正大口大口 鲁杰双手紧握着吃 好吃吗 大口大口 我也吃吃看 大口大口 坐着的时候 太可爱了 两个人是性格完全相反 太可爱了 得到同情票的反应也太好笑了 真的是不能没有人气的组合 好爱 对于李正鲁杰组合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 大家比较喜欢哪种类型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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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mored来安排